明星把玩不起写在脸上 你没看错 贾玲正哭丧着脸 此时斩获最佳女主角的源泉正发表获奖感言 被提名 却为获奖的贾玲却是明显的不屑 还用胳膊肘顶了一下张小斐 这是在暗示什么呢 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赵丽颖身上 赵丽颖获奖上台 镜头却抓着台下的送茧不放 撇嘴的动作耐人寻味 看到有镜头 立刻就换上了勉强的微笑 周冬宇虽然身材比较一般 但人却是相当的保守 穿抹胸裙总捂住胸前 穿黑色小抹胸也一直整理 哪怕加了内衬 也要先捂住胸口才鞠躬 而当肖战遇到杨子 微笑着挑眉打了个招呼 吓得杨子立刻转头瞪着眼睛说不出来话 一点回应也不敢有 大概是担心传出什么绯闻吧 钟楚希穿上高开刹礼服 伸出大长腿凹造型 却把台下的吴磊和范成城吓坏了 拧着脖子 一眼都不敢往台上看呢